來這邊 我今年是25歲 因為我們學諮詢都是用16禁為來做計算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也很高興 剛剛一些程序上面的建議已經有朋友處理過了 所以我就不用特別處理了 我想這是第一次辦這樣的演討會 這一定會越來越好 所以我是想要邀請大家 因為我的這個討論其實一項 不管是像今天是40分鐘 或者是甚至三個小時 內容大概都是由大家所決定的 就是所謂的群眾指揮 prosers and crime intelligence 所以如果有手機的話 麻煩連上這個網站slido.com 那連上之後呢 它會讓你輸入一個數字 今後不用輸入 就輸入今天的日期 七零星 輸入之後按一下綠色的鍵頭 或者一個join的鍵 你就會進入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那相信大家都已經看到了 就是說如果需要舉手的話 大家都會問一些很有禮貌的問題 但是匿名的話才可以問到很核心 是很有挑戰性的問題 所以就歡迎大家多多匿名的提問 那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話 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那按了讚的話 像這邊有一個讚的 就會浮到比較上面 那浮到比較上面的 我就可以優先的來回答 然後優先的跟大家分享 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那我們就時間到了 我們就自動這個結束 所以我也不保證回答每一個問題 但是我就盡可能的來回答 那有一位具名的朋友 我們文化化同學或老師和教授 想要詢問說 政府是不是可以帶頭做AI的利用 例如AI輸行 AI客服 以及AI的政策溝通 那我想這個是非常好的問題 所以我就直接回答 就是我們現在在一個叫做 總統貝黑客送的一個活動裡面 我們想要做的就是一個示範性的一個作用 在總統貝黑客送裡面 大家覺得黑客送可能是兩三天的活動 一個禮拜之類最多 但是總統貝黑客送其實是一個三個月的活動 它從三月開始增減 有些人是拿著資料 比如說台灣自來水公司 有非常多的水壓水流量的資料 他想要找人物作為專家 也有一些是資料分析的 最像新聞學的朋友們 想天下雜誌 他們很想要分析流域綜合治理 治水的錢花在哪裡 然後它跟海風跟人頭 跟水災的程度有什麼關係 可是它沒有資料 這資料全不管在水裡數 所以不管是拿著分析能力來要資料 還是拿著資料來要分析能力 總統貝黑客送就是把總統最主要的這些 社會創新的這些證件 想辦法讓大家透過一百多個證件的這個提案內容 然後我們經過每一盒 讓每一個team都可以找到正確的幫手 那當然一百多個題目其實並不是從公部門提的 很多都是從私部門 從第三部門提的 不過雖然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還是看到 很多看起來就是很多課長層級 處長層級 那可能因為沒有政治意志 或者因為沒有經費 所以一直沒有做的案子 就找大家民間朋友提 然後他就說本機關配合辦理 這個也是用這種方式去吸收掉大家的政治風險 那所以我們到最後呢 有五個卓越團隊 那這五個卓越團隊 他的特色是說我們並沒有錢 只是沒有獎金的 那除了一個獎盃之外 最大的一個獎勵 就是他會實際進入我們的公務體系裡面 我們會幫忙解決 不管在資料調取上 發揮療失上 各種方面 他的通道的困難 那所以我們這五個團隊裡面 其實有非常多 都是運用AI來進行規劃 像舉例來講 有一個叫做搶救水寶寶的團隊 它就是台灣自來水公司 然後跟HTC資测會 還有進到兩位研究生 一起組成的 還有我們現在的資訊處 那他們做的事情就是把老師傅 大概他們排水有六十幾位師傅 他們大概花三年的時間 才可以走完圈 台灣圈圈 他們想為何聽一整齊 那樣子的機器 去停在哪裡漏水 那但是呢 這件事情就告訴我們說 這個不太scale 它沒有什麼驗戰性 而且呢 老師傅透過他的這個經驗 他也沒有辦法 很快地去傳授給學徒 所以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用巨量資料 然後去看這個水壓水的 那樣的資料 他並不是一下子 就取代了這些人工 這大概是沒有辦法做到 但是他可以讓他zoom in 就是告訴他說 最有可能漏水的小區 是這幾個小區 而不是好像這個 就是要 一定要繞全台灣才能夠聽到 所以他們現在繞的這個時間 就節省到本來的十分之一 那就是透過AI的 就是Machine Learning的技術 去實際去看 就是他的這個用水量 跟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季節 同一個區間等等 有沒有什麼異常的情況發生 所以這個是很具體的應用 那在三個月的開發之後 我們現在又把他們的隊員送到紐西蘭 然後紐西蘭的朋友們也願意提供 他們的水流水壓等等的資料 然後因為紐西蘭本來是不缺水 因為氣候變成現在開始缺水了 所以我們不是直接解決我們的社會問題 我們也解決國外的社會問題 那當然在客服上 像1999的自動化 或者是說在政策溝通上 好比像說我們之前曾經用過一套AI系統 現在也都還在使用 來處理當Uber進入台灣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對Uber有什麼樣子的 一種感受或一種看法 那在我們Deploy這套AI系統 叫做Polus之前 絕大部分的朋友在美景上面看到 都是雙方各自一次 好像拔河一樣 一邊說是共享經濟是潮流 非常的酷 這個連算法比法律更好 所以我們就不用管法律了 聽連算法的就好 那另外一邊是在說 他覺得沒有保險 沒有職業駕照 然後等等 沒有睡急等等 沒有納管是非常的不安全 但其實這兩種感受 都是合理的感受 並不是說 大家討論一定要越吵越窮 相反的 我們是希望在這個討論的過程裡面 能夠讓不同的立場的朋友們 找到一些共同的價值 所以我們就創造了一種 比較新的討論空間 這個討論空間是由AI來當作 facilitator來當作促進師 所以說在你對每一個人的這個意見 說這個乘客應該要有乘客保險 你不管是同意或者是不同意 你的Avatar就會在各個不同的這個群組裡面 你會看到你的Twitter朋友 你的Facebook朋友 事實上是有不同的立場 但他們還是你朋友 並不是就是面目全非的一些敵人 那所以你當你在回答他們的意見的時候 你的position也會改變 所以這就是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讓大家看到說 大家雖然立場不同 那有些事情大家可以找到相同的價值 以及第二個 每個人都好像就是看到一個 他不太同意的一個想法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按reply 在這個介面上面是沒有回覆的按鈕 所以有回覆按鈕的時候 大家就會傾向去攻擊那個發言的人 就會做人身攻擊 但是因為沒有回覆的按鈕 所以你最好的解決方式 就像slido上面 你沒有辦法回覆一則留言 所以你就只能夠提出一個更好的留言 所以在AI讓大家看到這個群眾智慧的樣子 並且引導大家去做進一步的 更有好的共識的發言的時候 我們每次Bitone這個系統的時候 都會看到 其實大家在媒體上面 或者是一些民罪 這個所強調的那些 讓人最撕裂的這些體系統 其實大家並不會發非常多的意見在上面 大家就是確立走到我們不同的立場 但是大家會非常願意花一切 在這些consensus 就是這些共識上面 就像如果有人考了80分 他提出來的意見被80分 80的人都同意了 那他就會有人想要考90分 就是他提出一個很可能90的人同意 然後就這樣一路往上 到最後我們就會收集出一系列的感受 讓大家都發現說 原來關於Uber這件事情 大家希望的是說 現有的小黃也能夠 利用像Uber這樣子的方式 不要騎成黃色的手機教程 但一部分大家也是認為說 一定要用專業的家事製照等等 所以可以說是 當我們這個法兵最後推出來的時候 那Uber現在是合法的 你可以用它來叫計程車 但是事實上是所有人都理解到這件事情 而且是在大家都理解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才加以通過 所以我想 AI 它是可以輔助人類 這個 AI 很多時候 Saboutment 或者Sys這個意思 它不是說好像取代了人類的工作 相反的 它是把任何人有不同的生命經驗 都做出相同的判斷的這種比較容易的工作 但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我們盡可能就是讓 AI 來協助人類 就像你開車的時候看Google Map一樣 可以省掉很多的資料搜集跟分析的時間 但當然最後價值判斷還是人類在做 有兩位朋友們想要執行說 政府對區塊鏈目前具體的政策 跟發展方向是什麼 相信這邊 我不知道這邊朋友有沒有聽過 我們金融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 健身金融沙盒 好 還有三分之一的點頭 所以我還是快速的講一下好了 金融沙盒是目前已經深度通過 而且我們已經開始第一批政見的這樣一個條例 這個條例是這樣的 就是任何你想要把社會 可以帶到一個新的方向來進行創新 而這個創新是目前儘管會打住你的 不管是法律還是法規命令 還是地方政府自治條例隨便 你都可以說我目前的這個法規命令長這樣 雖然我這個方向發展 但是我想要fork它 我想讓它往某個別的方向發展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自己寫你的版本的法律跟法規命令 然後你去挑戰現有的法律跟法規命令 然後提出一個申請說 在接下來六個月或一年之內 我們就是在某一個實驗區 在某一個實驗的範圍 在某一個實驗的範圍 固顯範圍之內 我們就是用一個你想像中的這個 架空的新版的這個可能的法律 這樣一個pull request 一個patch一樣 用這樣的方式來試行運作 然後讓整個社會 就像剛剛用這種這個 AI蒐集意見的方法 能夠去看到說這個創新 到底對社會是一個好事 還是是一件壞事 那這個呢就是解決我們的立法者 跟我們這些行政官員 一個最大的頭痛的問題 就是我們其實沒有辦法管我們沒有看過的東西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腦補 那但是如果是用金融殺核這種方法的話 就不需要腦補 大家都可以有第一手的經驗 試個六個月 試個一年 做了各種嘗試跟調整之後 再決定這是不是一件好事 當然法務部每次我講到這一句就要業配 就是說法務部想要提醒大家 資助恐怖分子跟洗錢是不能實驗的 但是除了資恐跟洗錢之外都可以實驗 你可以挑戰任何無謂的任何法規命令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大家最後覺得這是件好事 那麼我們就立刻修整我們的法規命令 公告兩個月之後 然後就實行 那如果他需要修改法律的話 實驗可以延長到最多三年 台灣是第一個成文法系的國家使用 這樣的一套就是讓民間帶動創新的一個系統 當然如果實驗到最後失敗 整個社會都覺得這不是好事 那我們就感謝投資人幫大家付了學費 大家就不會像綠樹一樣一個一個 跳到一個不好的客氣創新去 所以如果它是一件好事的話 我們就能把它合併回這個地方 所以區塊鏈的各種應用 不管是現在大家比較耳熟能 像作為分散式帳的責性的應用 我想這是比較沒有問題的 或者是你忽然間解決了一個共識問題 你忽然可以把它當作一般的同伙 金流等等的應用 或者你要做AI Banking 或者你要做P2P Lending 或者要做任何別的題目 那麼就儘管會是站在一個 它幫助你以及讓社會往前走的一個立場 而不是好像打住你的這樣一個立場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我們書類國家 創新經濟發展方案裡面 這個Innovation跟Inclusion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DIGI裡面 以前在Nissi的時候 大概只有這個跟指的就是政府在做 但是我們在Digi的時候 我們這個就是讓民間來帶動政府創新 然後政府是站在一個幫助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 沒有解決大家的問題這個立場 我們政府自己不要變成大家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盡量創新實驗條例 在區塊鏈上面的一個具體的想法 那在接下來我們不會只有這一個沙盒 我們已經送到立法院的另外一個叫做 AI Mobility Sandbox 就是無人再聚創新實驗條例 那還有很多別的Sandbox目前我們正在嚴密 那整個想法就是說 讓大家在有控制風險的情況下 去break the law 去違法 那這個違法並不是為了要違法要犯罪 而是為了要把法律調整到 大家更適合的一個方向 那我們政府內部運用區塊鏈 以為了理解 目前都開始在當作分散式帳戶的使用 等於是說如果大家有一些數據 他不想要被適合端改 大家這個公信力是比較低的情況 好比像說我們的民間 就自己有量測一些空氣品質相關的一些數據 那這些數據其實就是到選舉的時候 大家就很怕遭到突然改 因為這個選舉熱門化 所以說這個部分就跟分散式帳本 IOTA有合作 那民間社群的這些資料 不只在我們國網中心有一份備份 這整個snapshot也都放在分散式帳本上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那就不會去突然改 各個不同的來源所收集的空氣品質資訊 就可以就事問事的讓老師們再去分析 有位朋友說 請問如何評論 假新聞與言論自由的一個問題 我自己是不用假新聞這三個字 因為它有三種不同的意思 它可以是新聞工作者寫出來的東西 只是裡面有些不是事實的部分 就是misinformation 或者是說不是新聞工作者寫出來的東西 因為它假冒成新聞工作者寫出來的 它叫disinformation 就是可以渲染的這些謠言 那不管以為只有這兩個定義 但後來跟柯文哲市長座談的時候 他說沒有 還有一個定義 就是記者內文寫的都很正確 但是編輯給它下一個很聳動 很錯誤的標誌 因為它認為這個是爆牌的 這個也叫做假新聞 那這個我想一想也是很有道理 但是因為這三個操作性 明明不重疊 所以我就不知道假新聞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目前在行政院裡面 我們還是暫時就是先以這個不實訊息 或者是爭議訊息 爭議訊息我想是最明瞅的 就是有各方有不同看法的這個訊息 來成功 那我們有一個網站rumor.pdus.pw 它這邊就是網路爭議訊息的治理的方式 它還盡可能講得清楚 那我這邊花了大概兩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注意介紹 第一個是我們絕對不會做 為了網路上面的行為 去做控管性的立法或修法 我們在立法院下一個會期 即將通過社會通訊傳播法 有一個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如果我們現在面對面講話是誹謗 那它到網路上講掉的話就是誹謗 如果你在這邊拿個大聲公公眾恐嚇 你到網路上做的就還是公眾恐嚇 它不會因為它在網路上做 所以就有一個不同的課罩性 所以雖然有些髮記的朋友說 為什麼數位公眾傳播法都沒有罰則 那是因為它只是把網路上的行為 跟現實實際的行為做一個借接的 一個借接法 那所以說它的目的就是 不管法官是從哪裡留學畢業的 都會判出一樣的結果 這個是最重要的目的 而不是說我們要特別針對 網路上的行為去做採法 那為什麼我們守住這條線非常重要 原因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希望培養國民社會 在新的這個時代 在螢幕閱讀的時代 去平衡的這個能力 以前在紙本的時候 紙本是一個P次的媒體 你看完之後才會去做行動 即使你一面看一面畫線遮齒 這個行動不會傳播到其他人的手上 但是螢幕是一個互動式的媒體 你一面看一面按分享 一面按讚 裡面還有一些東西 所有其他人都已經收到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發現到 陳如 跟我們這時常所說的 很多人沒有看完內文 只是因為標題 它讓人感到疑憤電影 它一定要馬上行動 它行動的過程之中 它可以互捧一半 可以connected 而且每一個人都還可以在上面加油添醋 再加一些自己的詮釋的訊息 所以這個A C E 這三個原則 actionable connected extensible 只要一滿足 我們又不用看完內文 馬上就已經分享出去一波 那這就好像流行性感冒一樣 就會馬上有第一波的傳染 那當大家看完內文 靜下心來想一想 發現你的事情好像不是這樣 就好像你的感冒忽然好了 可是好了 因為已經傳給超過一個人了 所以整個社會就這樣 一波風向就洗過去了 所以我們如果無法在紙本上面 去做平衡性的報導的話 我們至少可以在時間上面 去做平衡性的事實的澄清跟查證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運用問答的機構 那這個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技術 這個是已經存在很久的技術 叫做RSS 就是當年我們在做網誌 做部落格的時候 讓大家能夠同時 匯集很多不同的地方消息來源的技術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用結構化的資料 在行政院的官網 去把每個部會即時在看到謠言之後 在一個news cycle之內 大概六個小時之內 或十二個小時最多 他們即時的這個澄清 每個都放在一個有網址的地方 那當這些東西放上去之後 我們在民間社會的執法證的朋友們 話比上說這個不是政府出資 也不是政府出人的一個叫做 真的假的的一個line的bot 因為像Facebook或者Google 這些搜尋以前還找得到 而且他們還有自己有一些平衡的方法 但是line是完全沒有平衡的方法 因為它並不是一個公眾媒介 那就是一堆人在自己的家庭群組裡面 賺什麼東西跟什麼東西一起吃 或者會怎麼樣的等等的這些 就是不一定經過查證的一些訊息 所以他們的做法 就是說如果你加這個bob當作好友的話 你知道看到一個訊息想說真的假的 你就分享給他 會你邀請他進你的對話 逛裡面 然後他就會告訴你說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這個後面是一個相當有這個 課責性的非常accountable的一個回應的列表 跟謠言的資料庫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所有的 都已經及時的被查證了 那這邊就是所有目前在這兩天 這個line上面這個傳的最多的 各種各樣的訊息 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世界隊相關的 也有一些選舉相關的 然後也有一些這個其他東西相關的 但是這個不表示說 這些全部都是錯的 那但是還有一些是永遠不會消失 就是每天都有的就是什麼一起吃可以治癌 然後什麼一起吃會這個 對癌症有好處 這個或者是對離癌有好處 這個是幾乎每天都會出現的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經過了具體的社群的查證 其實很多是確實是謠言 但是也有一些它是真實的訊息 確實是長這樣子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個查證的習慣 就是不會讓大家硬持去貼標籤 而是大家在看之前就可以稍微想一想 那這個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提供問答機 網路使用者自主判斷真偽 然後透過業者公民團體 跟第三方那些業的精緻 來讓它都養成一個 看了之後我就稍微存疑 然後用這種批判思考的概念去進行思考 那當然這些都是指標的方法 智本的方法是 我們從明年開始在國民教育新的課綱裡面 就會把媒體素養跟自動學的素養 批判思考放在課綱裡 它並不是一門課 在以前還有標準答案 威權戒嚴的時代 是你用特定的字體 國立編譯管定的 很多東西前面還有加控格的東西 就會變成標準答案 那如果這個標準答案不去記手 然後分享的話 那可能會有很多的後果 那這樣子就在大家腦裡加了一個後門 就是以後門只要放上故事的照片 或什麼東西 那就會忍不住的去有一些 就是情緒上的engagement 但是我們現在就希望說 教師他的教的教法 都會有一些調整 變成跟小孩一起去查證網路上的訊息 一起去看網路上面這個open innovation 但是呢 對任何的來源 包括危機來科 或其他群眾制度的來源 都保持了一個非常healthy的一個 那請問來源在哪裡 來源請求 來源查證 等等 加一種態度 所以就等於是老師透過深交的方法 讓大家去累積資訊素養 那這個才是真正智能的方法 但在這個資本方法它普及以前 我們至少就是讓大家抵抗力 透過一次一次的這種即時的澄清 然後跟公民社群的陪力 來讓它慢慢的變成 大家在看的時候會養成 等一下來想一下的習慣 當然像Google News 還有一些大的這種 就是社群媒體 事實上現在也開始有一種 比較像是平衡報導的 這樣一種介面的設計 那這些設計 都不是說政府應取要求 或者立法或怎麼樣 而是就像當年我們在 解決垃圾性問題的時候一樣 我們每一個能夠做事的人 做一點點的事情 提高計垃圾性的成本一點點 降低它的收益一點點 到某一個點上 忽然計垃圾性就不賺錢了 那些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正在經歷 跟當年解決垃圾性問題一樣的 這樣子一個經過 有一位朋友問說 請問政府目前對於IT的government 有沒有什麼具體的做法 我們目前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叫做GDSP 那GDSP就是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 Principal 那這個是我們在說 國家創新經濟的這個架構裡面 很可能是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準則是一個上位的準則 所有大家看到的各部會的 包含國發會的 目前的資訊服務採購契約範圍等 目前的Web 2.0的導映 就是包含採購 結合 然後以及續獎 或政府服務獎等等 未來的各種各樣子的指標 慢慢慢慢都會因為這個準則 而有所調整 所以雖然這個準則 它本身其實只是一堆自我檢核標 自己檢查一下有沒有做到這些事情 但是未來它在 不管是研考上面還是採購上面 都會有很多去對應這個準則的東西 會開始出現 那這個我們也是在 June平台上面跟大家共同討論過 那現在正在收斂的最後 所以我現在就非常快速跟大家講一下 前面兩個準則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的IT不是為了IT而IT 我們的IT都是為了要了解使用者需求 並且回應到使用者需求而IT 那這件事情也告訴我們說 我們在一開始就要把所有的Stateholder 就是這個服務 像我們去年5月的時候 有位朋友在剛剛講的 June平台上面提案 說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那這樣子的一個提案 其實我們從各種角度來看 我們都必須要處理 可是我們不知道在處理的過程裡面 我們到底哪裡難用到爆炸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資訊上的一個gap 就是我們在以前都是有賴於 各種各行各業的代表 或者一些大佬們 那這些都專家們都很重要 可是第一線的使用者 它到底碰到什麼問題 這個是我們要去了解的 而且第一線的使用者 不只是民眾 事實上政府機關第一線 五區國稅區的朋友們 也是很重要的使用者 所以當這個負能量出現的時候 我們現在在每一個 就是機關每一個部會 都有所謂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這些朋友們 就好像國會的路人跟議員 新聞的路人跟媒體一樣 因為他們做的事情 就是每次冒出這麼無有錢人 即將要上街頭的時候 能夠趕快去送出一個邀請 所以這個了解使用者 需求的重點是engagement 就是說去讓大家有一個 參與的一個管道 不然大家的負能量 像這個就是負能量 他的提案更多負能量 我就不po在這邊了 那底下一下子就刷一整片留言 百分之八十都是在說 財政部長下台啊 這個關帽怎麼樣啊 都是一些不是很有建設性的留言 只有兩成不到還弱弱在說 我用一個sponsure很順暢 沒有人理他們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不到兩天 這個PO就po了一封邀請 還說我們邀請所有罵的罪凶的朋友 接下來在某個禮拜五 實際到我們的財資中心 那我們一起來討論一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說這個邀請一發出去 大家發現有直播 我甚至不用出門 我看直播透過slido 都可以提出我的意見 忽然之間風向就逆轉了 從那個時候開始 到開始寫作為的時候 網路的新的留言的風向 然後在那邊說 我們有建設性的意見 就像剛剛的那張圖一樣 大部分都是consensus 真正那些device 還在那邊說 才能故障下台的 就已經不到兩成 沒有人理他們了 所以因為給出這樣子 一個邀請的關係 我們才能夠讓 做服務設計的朋友 做這個資訊 就是後段建設的朋友 要求我們這個migrate 然後這個cloud architecture 或者是說一些部落客 他們都有各種各樣具體的 這個批評指教 那這也很重要 就是說網路上面發散的意見 當我們收斂的時候 我們不要去改動它 不要去和諧它 這個也是治理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大家要問責 我們當責的時候 中間這個accountability 不要露實要資訊 所以如果有人說自爆多 我們就是點自爆多 如果有人說華麗到讓人迷惘 我們就是點華麗到讓人迷惘 整個目的就是要從收到宣導 進入主畫面 各種憑證方式 登入肩膀和安裝等等 這個部分 把所有大家的疑慮 就是黃色的部分 把所有的困難 就是粉紅色的部分 把所有具體的建議 就是綠色的部分 按照我們服務設計裡面 使用者旅程的方式 把使用者的行動 需求 問題 情緒 接觸點 跟解決方法 都是分本別類這樣貼上去 這樣子就不會流於民粹 因為你就算有100個人都說自爆多 它在這個上面 就還是只是一張便利貼 當然我們這個時候 在設計的時候 連設計的方向 都是大家可以改編的 好比像說 我們一開始是說 希望大家報稅結束之後 心情會變得比較好 所以去年報稅完 有一個這個吉祥會不會跳出來嗎 大家可能記得 但是有一個朋友很嚴厲的告訴我們 想到要報稅 心情就不好 他寧可這個過程短一點 他不要enjoy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 他覺得是不可能enjoy的 你不要心情變差就好了 所以這個過程應該是越短越好 所以這個想法 後來我們就很具體的採納了 所以這個東西 當然後來是經過了四次 我們把每一個不同的 就是接觸點都分別開了工作坊 那讓官貿 讓國學局 讓專業的引導師 實際罵的最窮這些朋友們 不是有牆吃 是進廚房 大家一起做出東西吃 所以在過程裡面 我們就把去年的這個醜醜的介面 今年在Mac Linux跟平板手機上面 都變成很漂亮的介面 那這個介面 就是甚至有人說 是詐騙網站法政府 怎麼做得出這種東西 但是不論如何 就是說 這裡面其實是就是匯集了 大家的這些具體的意見 所以這個participatory design 一個responsible的participatory design 我想是我們在governance裡面 最重要就是要透過先行的規劃 在甚至設計跟實作的這個計畫案開出去之前 就要先做這種使用者調查的規劃案 像我們這幾天也在做健保卡的 所謂數位憑證化的這個調查案 同樣大家也告訴我們說 晶片卡不能亡 但是可以改成這個感應式的 然後有大概兩三成的朋友 覺得說可以放到手機裡面 但是那個是in addition to這個卡片 那手機它透過遠端視訊 有些依主 遠端領要等等 這個各種user flow 甚至還有專業的朋友告訴我們說 這個要繼續用15年 所以它用的加密方式 必須要能夠抵抗量子電腦等等 就是各種各樣的朋友 都會提出非常前瞻的這個規劃 這是我們關在這個東西 他們裡絕對做不到的 所以用這種方式了解使用者需求 再加上財豆法 我們目前已經鬆綁 以前這種先期規劃案 都只能花10萬塊以內 那現在是100萬以內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可以看到 比較多的了解使用者需求的 先期規劃案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參考英國 其實各國的GDSP裡面 大概都沒有這一條 只有英國有 英國在這條裡面寫的是說 一定要有內閣的成員來擔任決策者 這個我們覺得太強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說 具有適當技能的管理者 但是很重要的是 要有人在不同領域中間 他都願意去理解 去調和 所以這個時候 他才能夠去做出快速決策 而不是好像每個領域各做各的 這個就是表示我們在解決 這問題的時候編組 要跟本來的方式是不太低 比較像PBL那樣子的一種編組方法 所以這兩個是我們在IT governance上 跟之前比較是分門別類 各個部會分別去編組 在部會裡面各種不同的直系 分別的編組 或者那種Waterflow 這樣子的開發方法 最不一樣的地方 那因為大家很少這種第一手經驗 所以我們就是PETUS 我們辦公室自己來做 是整為自在廠商 我們做了相當多的案例 然後都跟大家分享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透過像總統PED黑客 這種開外掛的方法 來讓大家能夠 就是如果發生事情 都可以讓總統府來攜手 那如果需要調資料 或是調整法規 也都可以讓總統府來 這個遂行政治意志 所以我們一年跳出這樣五個案子 讓大家看到說真的 就是公私民三個部門去互相結合 真的可以做出一些比較好的 IT的治理的一些方法來 那這個時候如果裡面 真的有形狀長得像機器學習 我們就要機器學習 需要分散式帳本的 也許用區塊鏈 但是不是因為這些技術很超 我們又不是上市公司 我們不需要炒作這些題目 而是說這個使用者真的發現 在以前沒有資訊技術之前 節省一個人一小時的時間 在某個地方 別人會需要花一小時 或更多的時間 但是我們透過新的這種創新的技術 所有的這些都可以升到時間 那我會有理論上八分鐘做到 妳要問問什麼 妳要問什麼 妳要問一下 妳要問問 妳要問一下 my job for talent 大部分 所以這是問題 那是英文 所以我可以解釋 英文 我看 so,im my office which is the Public Digital and Innovations Lab PEDIS the is rather unusual because normally a minister of our portfolio only has one or two executive assistants but in PEDIS we have over 20 full time staff and 35 or 40 interns every year and why is that it's because I asked them tasticity 我的 setup Iwe Lecture Tw PRESIDU I singers 相当 I I ご 国 籽 伍 相当 K 民主的合作,所以每年都会有一个议题,在此我们的议题中, 讲到我们的 common values, 所以这就是成功的意义,而不是我所作的议题。 大家都在订阅我们们的信心,在这段段的政治和政治, 这个是我们的项目。 我们对我们的信心,我们没有任何信心, 信心,我们不需要信心,我们先信心,我们在信心,我们将信心心, happened to see for example on the joint platform we publish every single project on a PA is everything like more than 1300 kilograms and projects and spoken them for public discussion and this is just for mutual trust and on the left inside would be this social innovation España so the civil society can see that governments bet you're something that a civil society also can do it 它 doesn't have to wait for the government to do so that's the left hand side and the right hand side is that we work on a fear, uncertainty and doubt of the career public servants we make sure that all the participation offices are senior career public servants so that when they think about engaging with thousands of people they think a plentiful ideation, brainstorming a well ordered process without them having to work extra overtime 所以这是我们的主要。 我认为主要是只要认为信息。 所以当我们工作与社会与公司公司的联系, 或是我们的新的联系, 我们必须不在任何与社会和政府的信息。 这是答案。 有没有问说,请问, 业界出题学界解题政府是不是有统一的执行能推广的平台 总统L outcomeXкив expansion当然他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他是总统父伴的,他是跨院,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就是年年是发生的氏, 并不是每天都可以做的一个平台。 但是目前以我的理解, 鼓 tengo有三个我所知道的, 一个就是它在所谓的智慧城墙的争见方面, 是由地方政府出爐的地方的屏幕, 然后业界可以直接去POPES, 說我要解決哪些地方征服的問題 這個是所謂80R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在亞洲連接西谷裡面 有所謂的產學的一個大聯盟 它比較是國家覺得說 我們就是要做5G 就是要做自駕車 就是要做這些題目 然後它徵求各個不同的業界的朋友 組成一個所謂的國家隊 這是另外一個 那另外一個平台是比較新的 是工業局在AI人才培育的時候 因為大家發現說你要學AI 你必須要解決一些具體的問題 不然大家不知道機器學習的底線在哪裡 所以他們就去統合了所有 目前正在教AI的這些訓練班 包含我們AI學校 還有陸玉京老師的那個Lab之類的這些 很多是非營利的這些Lab 但是它就是請業界 尤其是中小企業提出具體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提出來之後 就變成這些學生的解題的題目 相信各位在政大這邊 是非常熟悉這樣子一個模式 那第二他們就是特別focus在 Machine Learning 能夠解決那個subset的這個問題上 那如果對這部分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就是歡迎參考 AI.taiwan.gov.tw 我們跟外交互藥的這個domain name 所以之後所有它的政策 大概都會有一份英文的 一夜市的什麼.taiwan.gov.tw 所以像這個是AI台灣 然後我們的action plan 我們剛剛提到這些美和機制 那同樣我們有Smart台灣 有Bio台灣 然後有各種各樣的不同的中間政策 大概都會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國外的朋友能夠非常快的了解 那底下的問題我就只能快問快答 歐盟GDPR 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我們在國發會底下 成立個人資料專案辦公室 這個辦公室是我們跟GDPR的主管機關 我們談出來所有要調整個字法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寫下來 寫下來之後我們再選一個恰當的會期 我們就把個字法裡面 特別是每個部位分別為主管機關 法務部當時擔任解釋機關的這個 大家都不是很滿意的這個狀況 它可能會統合起來然後讓國發會去擔任主管機關 這個是比較確定的方向 那在其他的部分就是特別是施組 先認定裡面一些技術性的一些細節 我們目前也是把這樣子的專業把它累積在 國發會的個人資料專案辦公室 而不是好像之前都是一個回案 兩個回案 然後之後每一個的就是主管部會跟他們的局處 講的事情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至少有個同意的見解 這個是我們目前的一個做法 那但是呢我想在GDPR裡面 更重要的是它對使用者的賠利 就是使用者會養成一個資料 它不是一個資產 不是我放在這邊給你 而是它是一個關係 是我隨時可以去問責 問說這個資料怎麼樣是最新的 你去做利用的時候 如果有什麼目的外利用讓我知道 我手邊還可以更新資料 讓資料的可用性變得更好 所以對我來講這件事情 就是資料的可用性 跟使用者對自己的個人隱私的這個要求 是互相加強的 那並不是互相衝突的一個關係 所以這個也是相同的問題 就歡迎到國發會的那個專區 重視說的話 為什麼不設資訊部 以及不設行政院層級專責的CIO 我們至少行政院是有CIO的 我們的院CIO是吳正中吳老師 那他同時也是資訊相關的計畫的經費 通常是科法基金的經費 主要的長官的利用 那所以同樣在每個部會 也有副首長擔任資訊長 那也是對於部會的資訊相關的專案去做 那為什麼我們不是用提供的方式來做提供 我想是真正想要問的問題 就是因為就像剛剛講的 其實我們是排取一個 User-centric 去把一年的一個改變理論 我們的改變理論是說 資訊要往哪邊規劃 是要那一個相關的利害關係人群體 一起來決定 而不是好像只是就是技術要改變 然後社會要配合技術 我們是技術來配合社會 所以另外這樣的關係 每一個部會每一個機關都應該要有自己去 透過這種使用者發現 然後以及跨部門的領導的這種方法 去進行資訊規劃 而不是用適合的方式 好像一個人或者一個小團隊 他就要懂的所有不同的domain knowledge 那樣子在做基礎建設 或者硬體建設的時候 也許可以這樣做 我們也在國網中心去設置這種高速的預算平台 但是只要開始跟人接觸的時候 我覺得就不是很適合用這樣子的來進行 有一些歐盟或者美國的題目 為什麼台灣沒有在討論 像那些neutrality 就是因為我們這邊沒有這些朋友們 這個真正abuse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沒有覺得發生問題 所以我們在數位通訊傳播法裡面 對於這些東西有一些預防性的一些措施 可是那是因為我們台灣的電信商也好 我們台灣的著作權人協會也好 都沒有在美國那麼這個惡心惡狀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是比較是滯後指標 就是我們看一下大家在吵什麼 然後有一些預防性的方法 特別在數位通訊法裡面 在數位會流時代 讓未來這種爭議比較不發生 但是我們這邊說真的並不是主戰場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重點還是讓民主 一件社會來引領我們 所以剛剛講的沙河的機制 跨領域的機制 從我們來可以喝醋 所有這些機制 大概都是讓看到問題 然後想要解決的朋友 能夠直接跑去解決 那我們在接下來就是 因為時間不是很夠 所以就跟大家講一下說 我們會有一個 Social Relation Action Plan 就是社會創新的一個行動方案 大概再過一兩個禮拜就會核定 那我們就會盡可能的不是只有政府自己 解決這些社會問題 就是永續發展目標 而是讓民間所有存在解決的朋友們 如果他碰到法規的問題 我們就即時調適 國際連結 價值培育 透過像剛剛提到的神登或者USR等等這些方式 一次把民間真正能夠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 就不是定能造局 而是開能造局 讓所有人都能夠看到 那它最後真正的目的 其實就是把社會上面 因為沒有創新而看起來 好像是不同的東西 在BUB的這個狀態 我們現在就是問說 大家其實如果大家都看到彼此的狀態的話 有沒有一些共同價值 然後在這些共同價值上面 我們能不能夠有一些 對大家都好的解決方案出現 那我們還有四個問題 我就快速地回答一下 我們令或三個大活動的 社會和部份 我們最重要的方式 我做這個的方式 就是用了貢的指定 我沒有提到建議 我希望是個標準的 或是個奴ici 我選擇如果 constitution 現場的判決 如果負責與憂慎 如果社會負責 並持有什麼 根本來的 有目的 就讓人們切成的 人動物 和技能 所以我工作室是多20公司 都在不同的社会社会 如果我不在乎设计的社会 而他们在工作 这些建设立的建筑是在公司的公司 而不是新的成果 所以我最后面对他们的挑战 我的工作室 我没有挑战 因为我没有人的任务 人们是完全不需要工作 人们来到我问问 要求做什么 我们要求做什么 我們可能會失敗,如果我們失敗,我們會寫《Prosmortem》, 讓它很公開,我們會學習從它,我們會再次發展。 所以這個想法,就是解決小的問題,但祝福小的成果, 我認為是一種主要的方法,在這個時代的變化。 最後就是實驗業者的新模式提出法規被拒絕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必須要透過你不斷地提出實驗計劃。 然後我們隨時雙方經過討論,然後進行全核。 因為很多時候儘管會說這個東西不是我的主管, 是別的部位的主管法規,所以像我們在做無人載居的時候, 我們就學乖紅,就是讓經濟部收單,然後交通部跟科技部, 分別提出他們的專業意見,但是經濟部會做一個跨部位的結合。 所以我想我們每一個沙盒都是學到上一個沙盒的教訓, 然後把它做得更好。本來的這個金融法規的沙盒, 我們也是很希望大家即使你被一個看起來, 就是覺得有點奇怪的原因,就推薦了。 就不要有這個會心喪失, 因為這件事情如果你make it probably enough, 那整個社會,尤其是在接續你的這個想法創新的朋友, 他就可以去用一個不同的暗頭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經濟商和最多可以持續三年, 這是全世界最長的。如果立法院需要進行修法的話, 大概就是可以做三年。 有一位朋友就馬上想要加入PEDES, 非常歡迎我每個禮拜三, 從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 都在空總旁邊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很漂亮的地方。 然後都非常歡迎直接在線上, 我有一個booking的系統, 叫做au.peds.tw, 這是我的office hour, 任何人都很歡迎來。 禮拜三晚上的時候, 我們會在這邊有社群的聚會, 也非常歡迎實際到這邊, 然後跟我們的社群聚會。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有事沒事, 你可能會看到一些無人的自駕三輪車, 在這個場地跑來跑去, 那就這個不要緊張, 因為他跑得很慢, 狀況人不會怎麼樣。 那這個就是讓我們讓AI跟CI, 就是人工智慧跟群眾智慧, 有一個不彼此相處, 就像人跟早期的狼, 就是變成現代智人跟狗, 就一個互相群化的一個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不是硬強壓AI或CI在彼此身上, 而是我們在這個治理的過程中, 創造一個空間, 讓大家都能夠去建立一個更好的互相相處的場面。 那以上就先回答問題到這裡, 謝謝大家。